继续来看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系列报道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指引下 我国能源结构正在加速变革 根据中电联最新发布的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太阳能发电及风电 新增装机容量增速 分别达到145%和74% 不断壮大的新能源 正在加速迈向更低碳的绿色未来 在福建张浦六澳海上风电厂 现场正在进行风机的调装 这个项目包括28台13兆瓦 及以上的风机 其中就有6台16兆瓦的风机 它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 已投产的单机容量最大 液轮直径最大的海上风电机组 16兆瓦的风机轮毂中心 高达152米 相当于52层大楼的高度 单个叶片就长达123米 争取今年年底能够实现并网发电 是我们探索开发米南海上风电大基地的 一个示范项目 年发电量16亿度电 在福建附近海域 一台16兆瓦风机 每转动一圈就可以发电约34度 按此测算 它每年可输出超过6600万度绿电 相当于满足3.6万户 三口之家的一年生活用电 在当地电网的调度大厅 这些绿电通过区块链等新技术 可以直达用户 它发出来的电可以进行上链存证 那可以证明这都电 是从哪座电厂发出来的 那后续他们在进行绿电交易的时候 就可以追溯到源头 但是风电的波动性随机性 和城市用电需求存在时间的差异 最新建设的储能设施 正在探索新的解决方案 那么来自海上的风电 通过电网调度之后 就来到我身后的这座换电站 为当地的运营车辆提供换电服务 它就像一个大型的城市充电网 在晚上低谷时为换电站充电 在白天高峰时提供换电服务 厦门的出租车司机范师傅 每天下午都会到换电站换电 更换两块标准化的电池 每次只需三分钟 电量为53度 在厦门 换电基础网络正在建设当中 每座换电站用相同标准的电池 适应不同的车型 就像一块5号电池 以后的话各种车辆的话 它都用这么一块5号电池 风电 骨电跟换电用户的行为的优化 这方面的话也可以把电的成本下降 目前是投了275台 驾驶员没有里程的交流 随着这些车辆的逐步的投入更加多 应该它会采集一些更优异的一些政策 来支撑这个市场 而另一种新能源反向充电技术 也在厦门推广 利用新型V2G充电桩 将电动汽车由交通工具变为充电宝 向电网反向送电 目前已经有56根充电桩 可以提供这种服务 让我们的电车车主 在晚上电费比较低的时候 把车子充满 利用白天上班的时候 反向充到我们电网上面去 可以赚差价 现在一般是60度电 一天可以跑400公里 那一天按照30%电量进行反向放电的话 价差的话大概在6毛5 那一天的这个放电收益 大概是12块钱左右 对于这种上班族 晚上在家充电 白天在办公室进行放电的 这种上班族是非常适用的 反向充电技术将拓展电动汽车 在电网负荷调封应急响应上的场景应用 电动汽车一小时能送电30度 就可以满足8到10户家庭 每天的用电需要 在新能源领域 大量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 不断涌现 这些创新将为产业发展 提供新动能 能源电力行业发展新制生产力 就是要大力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 包括以冤枉合处一体化 独能互补 新兴储能 新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 445 155 全国新政电源投资规模 累计可达 10万亿元以上 其中 新能源产业将扮演重要角色